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HanhanTV的奇事街 我是Tommy 大家好久不见了 在过年的时间呢 就不小心烫上了我的那个脸 你看 现在有一个黑色的巴在这里了 但不要理他 就我们很久没有谈过奇事街的影片了 那最近爆发的一个新冠型病毒呢 就造成全球的恐慌 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 就是由喷嚏或者是口水来传染的 在空气当中 所以大家就记得戴上VFE的口罩 就是过滤性病毒的口罩 其实更严重的并不是这一种流感 而是美国的流感 那大家就需要多了解什么叫病毒 还有病毒的特性是什么 首先病毒并不算是一种生物 它叫做类生物 是一种不是生物 也不是非生物的中间的那一种 它是在一个保护膜里面 有一段DNA或者是RHA DNA就是脱氧的核糖核酸 就是送螺旋结构的 而RNA就是核糖核酸 则是氮链的结构 不是所谓的氮链人家 是一条链的氮链的 它自身不能繁殖 不能复制 也不能分裂 但是它们会感染有细胞的生命体 例如好像人类或者是动物 令感染的细胞变异或者是进化 进而从这个细胞再感染其他的细胞 那么我们来看看病毒的构造是怎样的呢 首先看最外面的那一层就是它的保护膜 包裹着一个带有遗传因子的长链状的分子 而这一小段的分子有这一个病毒的资讯还有特性 当病毒入侵在细胞的时候 它的保护膜就会保护它进入了这一个细胞里面 当它进入了这个细胞里面的时候 它的那个保护膜就会消失 而这个遗传分子就好像LEGO一样 会寻找DNA就是双螺旋结构里面可以插入的位置 就好像LEGO这样插了进去 令整个细胞变异或者是进化 就会开始分裂出很多的变异细胞 那么究竟病毒是怎样开始的呢 在很早很早以前已经有病毒的记载 早在古埃及或者在圣经里面的立位记也有记载过 在圣经的立位记里面也有讲到什么食物可以吃 什么食物是不能吃的 那立位记里面也有讲到需要隔离14天的一个记载 在立位记的13章第4节里面有讲到 如果那人的患处有白斑 没有凸现 患处的毛发也没有变白 祭司要把它隔离7天 到了第7天后 祭司要再检查患处 如果患处没有恶化 没有矿散 祭司要把它再隔离7天 所以很久以前已经知道有病毒还有隔离的重要性 那么大家来想想 究竟病毒是如何开始的呢 这里大概是有三种的可能性 第一 生物的细胞残留物 像之前说的一样 病毒就是在双螺旋的结构里面的其中一小段 那么是否它是细胞死后的残留物呢 就好像DNA里面的其中一小段 在很久很久以前 自这个地球有生物的时候开始 就已经有病毒呢 而这些大量的生物在死亡之后 就会出现一些DNA的残留物漂浮在空中 这种叫做跳跃基因 就是可以在细胞和细胞之间 跳跃的遗传分子 然后就经过了几千几万年的一些进化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找到的病毒不下32万种 那第二就是细胞的退化版本 那如果不是残留物 那就很有可能是在尸体上面的细胞退化了 因为唯有退化成最小的单位 把DNA不必要的分子去除掉 才能继续的生存 但是它不可以独自生存 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DNA 而这个带有遗传自信的分子 就遇到宿主的时候 就会像我刚才讲的 像Lego一样插了下去 它会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宿主 然后再次的活了过来 第三就是共同细胞进化 就是不同的细胞接触的时候 两者或者是多种的跳跃基因结合在一起 并且进化成新的DNA 而这种共同的生存机制 又让它产生了一个新的遗传分子 一直的变异 一直的进化 到现在为止已经进化出许许多多不同的病毒了 但是我这里就一直有个疑问 如果这世界是造物质所做的 就是我们的上帝所做的 那么病毒也是它创造的吗 那为什么它要制造这一个带来死亡的东西呢 那我想来想去 我不知道我想的东西是否正确 来我分享给大家听听 第一 这个大自然有两个固定的法则 就算是神也无法破坏的 第一个法则就是 这一个大自然是循环的 就是有出生、生长、死亡 然后再重复 这个就是大自然的第一个法则 而第二个法则就是 这个大自然是会平衡的 如果不平衡的时候 则会发生一些东西让它平衡 第一就是之前我们讲的 这个大自然是循环的 有出生就会有死亡 而死亡就会带来生命 然后再循环 就好像动物植物一样 死亡过后就会归于大地 归于土地里面 然后土地里面再生产出植物来 病毒就是带来死亡的其中一个因素 它并没有思想 并没有情绪 也不会偏帮任何一方 为什么我说它没有思想是好呢 因为它寄生宿主 如果宿主死亡过后 它也跟着死亡 如果它会思考的话 应该不会弄死它的宿主 其实对它一点好处都没有 那唯有它没有思考 不会分动物植物或者是人类 它只会负责带来死亡而已 第二就是大自然自然有它修复的能力 当大自然的生物链已经不平衡的时候 病毒就是可能平衡它的其中一个因素 并不是这个病毒突然的爆发 而是因为某种生物过度的泛滥成长 而造成的大自然不平衡 而病毒就会在这一大量的生物里面 会寄生的几率就是大大的增加了 所以病毒会在这一种生物的细胞里面的变异的几率 也是大大的增加了 所以我一直以来自己就在想 感觉就是人类其实并不适合生长在地球了 就好像创世纪讲的一样 亚当夏娃一开始并不可 并不是在这个地球上 所谓的异天元可能是在外星 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地球上每一个动物植物都和这个地球 生长是蛮符合的 很match的 唯有人类就是跟这个地球格格不入 而原本的异天元并没有死亡 但是由于人类得到了智慧 很有可能会毁灭异天元 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人类对于这个大自然的破坏 你就知道了 不是因为我们有了思考 所谓的智慧 才会学会犯罪吗 才会做一些破坏大自然的愚蠢行为吗 所以造物主把亚当和夏娃赶出异天元过后 把他赶到没有永生的地球 因为有了死亡 他们才会仰望神呢 也或许是其他的外星人制造了我们 把我们放在地球上 就是为了挖框吗 然而外星人为什么不自己来呢 是否他们也害怕病毒 无论人类或者是病毒是如何的开始 我们真的应该醒悟了 人类真的是非常的渺小 在这个大自然之中不堪一击 应该要学会如何跟这个大自然相处 因为生命无常 所以我们才会学会珍惜 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我看到了很多人丑恶的一面 也看到了很多人类为了对抗病毒的勇敢行为 在此我对于所有的在前线的医护人员致敬 那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下一集我就会说六个最致命的病毒 如果大家喜欢这影片就记得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吧 好我们下个奇异世界见吧 拜拜 拜拜